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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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福电池三十年销量领先 升级俊龙环四代提醒您正片期间开始 什么 什么 啥 啥 滚 你有病 这世上怎么用那么不知好歹呢 醒来什么话都不说 说烦恋就烦恋 吃东西也堵不住你嘴啊 也难怪他啊 昨天还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 今天死在了眼前 而且还是因为自己人的出卖 这种绝望和愧疚 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 身上的伤好治 心里的伤一辈子都治不好他 我管他内不内疚 我就知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人要是活着 那至少有些希望 那死的什么都没有 来 来 看一看了 海叔 我 你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你是不是又想大鱼了呀 或是又想 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他为了保护我 在我眼前被捕的那边 时间过去的越久 会越来越清晰了 以前记不住的一些细节 现在都记起来了 海叔 你放心 以后啊 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王八蛋 给大爷报仇 你不用啊 我吃了赶紧回去 好好照顾他 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我这儿去 我这儿去 等等 我给他做了一点清淡的素材粥 我知道了 我走了 喝粥了 喝粥了 你吃开或什么 喝粥啊 喝粥了 要不要zel 你我给你 seis... 我说你倒 slойд吧 怎么那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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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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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你真是个白眼狼 你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救出来 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照顾你一晚上 你说走就走 你知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有多少危险等着你 对 那你们要救我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拿回你偷走的情报 再送你安全离开 告诉你的山峰 我不需要让他帮助 还有 我没有偷走 还有我没有偷偷任何东西 也是我自己拿给换回来的 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发觉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私鬼 要不是因为你 你那同伴也不会死 你的任务也不会失败 你以为你杀死日本人了不起啊 军统把你捧上天去 可是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你既不是英雄 也不配当狗熊 你就是自以为是 就是自不量力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休想离开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拿出来 海叔啊 没有 海叔啊 怎么办 海叔有事情找你啊 海叔 什么 臭男人 鬼回屋里带着去 开什么门啊 海叔不在 我爹他出去了 海叔又这么大的闺女啊 还长得这么秀气 你这是怎么了 两口子吵架 两口子 你都结婚了 这两口子吵架 也不至于动手吧 没事 就是他喜欢我做的饭难吃 给他灌的 多大的事啊 这点小事还准备着动手吗 方太太您有事吗 看我这记性 我这房子呀 自从借给海叔 我就没见过他几回 我今天听到里面有动静 我就过来看看 顺便来聊聊天 我借个凳子 借凳子 那行 您等着 我去给你拿啊 我来拿 不用 我去 说婆娘 狐狸的没完了是不是 赶紧进来 还借凳子 借什么凳子 都给你拿走 拿走 徐小姐 这凳子 我也不借了啊 我不借了 这 这不是仇您 徐小姐 这两口子吵架呀 别动手啊 你个千万别动手了啊 您不借了 我不借了 我不借了啊 我改天再来啊 你个千万别动手了啊 那您慢走啊 再会 还挺机灵啊 还挺机灵啊 反正你也走不了 那就坐下 好好聊聊吧 现在东西可以叫出来了吧 现在东西可以叫出来了吧 什么意思啊 我想喝酒 没有 不是想要东西吗 那就想想办法 你觉得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 成天直直点点啥也不干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 你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了吗 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我们在找到办公室 我现在啊 说我们不得的 就一句话 不得的 说然后一个人 就曾经讲到 他在说什么 对他说我是 废数金 肾数水 补肾亦废金水宝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哥哥 我没有保护好 任可将军 失去了将功不过的机会 我以这种方式谢罪 并不是想奢求你的原谅 看在母亲的份上 请照顾好尤家子 拜托 请照顾好尤家子 这人就像你长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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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为他做了一切 但这样一个罪人 根本配不上如此尊贵的葬礼 永不够 好 重庆 我回来了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 陈前你知道吗 巨峰队本来已经做好了 营救你的计划 但是后来听说 你在押运的车上死了 所以这个计划才取消的 是的 没有人能活着 离开北极关 也正是因为有人相救 所以我才能大难不死 具体的过程说来话证 我会写在报告里 好 陈前 我是最希望 你能活着回来的人啊 回来就好 既然回来了 你也清楚 咱们军统 有一个甄别审查 明白关注 陈前接受审查和全面甄别 一正清白 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原本在四仪大会上面 要追授你云辉勋章 还有少校军线 这个呆老板都已经签了字了 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活着回来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查 然后亲手领取 属于您的荣誉 好不好 陈前不会让军统失望 家父有位世交 叫郭宝国 是她买通了狱卒 让我服下了一种药 听说你很小的时候 令尊就已经去世了 没错 我父亲跟日本大通社有生意往来 经常往那边运一些丝绸茶叶过去卖 我三岁的时候 一场海难要去世了 去世的早 难道就不能有失焦了吗 这个郭先生仁义啊 令尊去世这么久 他依然还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救你 我十岁之前 一直跟母亲生活在日本 母亲去世以后 小小弟把我带回了宠庆 我们这一劳一小 所有的生活费 全部都是郭宝国自出的 后来我去日本留学的钱 也是他帮我出的 邱科长 你是不相信这个世上 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啊 还是不相信 我刚刚说的话呀 郭先生给你吃了一种药 然后呢 然后 在转送没机关的途中 我出现了假死 还有类似鼠疫的症状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是的 这叫什么药 药的名字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是一种 神经性麻痹的药物 吃完以后 会让心脏呼吸短暂停止 让人进入休眠状态 药销过了以后 人就自然苏醒了 这可全无了 死而复生 是 大葵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谁 跟你同名不同姓 叫冯大葵 我记得他 当时咱们都还在二处 有一个叫冯大葵的奸细 在审讯的时候 被周海潮打断了气 送出去的路上 不知道怎么能活 在军统待时间长了 什么稀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为了防止爆发鼠疫 他们连夜就把我送到了乱葬岗 搬运尸体的工人走了以后 郭宝国在那里把我救了出来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他家了 就是说这位郭先生 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就把你给救了 我也这么说 高人 这应该把这个郭先生 请到我们军统来 给飓风大队的人好好上一课 他们只会打硬仗 这么聪明绝顶的方案 从来没有过 如果去过场不是开玩笑的话 下次我见到郭叔叔 一定把您的邀请转当给他 郭先生是什么身份来历呢 他之前是重庆大学的国文教员 大概八年前吧 跟随他的妻子到了上海 进行了岳父的棉纱产业 之后就一直在上海生活 这么说吧 他一直把我当儿子看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到上海来的 我以前每年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 上一次也是一样的 十一月二十六号我到了上海 并没有先跟许奎林碰面 而是先去郭叔叔家探望他们一家人 你向他透露过你的身份吗 在戴老板的铁迹下 违纪的事情谁敢做呢 那可不一定 从另外一种角度看 一个敢违纪的人 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要真不是一般人的话 我就把许奎林活着带回来了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被捕的 我当时从卡尔登大戏院撤离的时候 是在青山北路被捕的 他们家的店铺就在青山北路 他当时就认出了我 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刺杀事件 才断定我就是李路 听上去 仿佛合理 邱国长这个仿佛 我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这个郭先生的药是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吗 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给的 一个叫霍华道的德国医生 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麻痹性 所以副作用很大 很多人用过之后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而有些人醒过来之后 就成了傻子 他只能冒险一事 看来你运气不错 不过要说运气的话 能够被邱国长亲自证别 才真正考验我的运气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 买通了牢里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 是郭先生派来的 凭一支笔 一支笔 家父在世的时候 曾经送给郭宝国一支牌壳金笔 因为使用多年 笔帽有破损痕迹 当时那个狱卓把这支笔 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我认出了 受了大刑 还发着高烧 居然一眼地认出那支笔 我不是一直昏迷的 我也有清醒的时候 所以 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 你认出了那支笔 没错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救我命的细节 我相信 邱科长也是一样的 好 进来 邱科长 邱科长辛苦了 邱科长想说什么 关处长想知道什么 其实我刚才 你问的我都听见了 你是不是觉得 他是有备而来 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审讯 邱科长 我对你是信任的 你是我们一处的火眼金睛啊 我相信你可以把所有的定时炸弹 都给他提前消除了 我明白 不过您放心 如果他是定时炸弹的话 先被炸的那个人 一定是我 什么眼睛 因为我离得近呢 我们继续 为了确保没有遗漏 请你把刚才的回答重复一遍 你怎么知道 老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您派来的人 评一支笔 家福在世的时候 曾经送给郭宝国一支派克金笔 因为使用多年笔貌业破损痕迹 当时那个狱卒 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我认出了 你在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好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 买通了牢里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 是郭先生派来的 听一支笔 一支笔 家福在世的时候 曾经送给郭宝国一支派克金笔 因为使用多年 笔帽有破损痕迹 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 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我认出了 你怎么知道 牢里的那个人 就是郭先生跟您派来的 听一支笔 家福在世的时候 曾经送给郭宝国一支派克金笔 因为使用多年 笔貌业破损痕迹 当时那个狱卒 把这支笔 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我认出了 就在 disp息 我们毕竟要追 你还 Yakis io 一个力抓 我觉得你 不总有些用的 赋了 谁 ride Ef 天啊 鋒 habl 训练过 背得滚瓜烂熟 为了确保不露马脚 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过 任何救到你的细节 所以你一眼认出了那支笔 是的 那么现在请你看看 我 跟刚才离开之前有什么区别 这一句讲得好 老子刚救死一生 从敌人手里逃回来 这事又进入了龙潭虎穴啊 就不了了 你这么弄自己人 有意思吗 要足够干净 才能称得上是自己人 党国不留沙子 我只需要你的回答 说吧 我刚才说 说的话都有人证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人证可以收买 那我身上那些 为党国受过的伤 也是自己买来的 为什么不能是苦肉计呢 你放屁 这事奔不住了 还了你呢 你看出来 邱科长有什么鬼呀 恼羞成怒救不了你 陈姐 是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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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炸我 你在妆术上没有任何变化 你确定吗 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 那只能是气味 那只能是气味 我刚刚经过你的时候 闻到了菊花的香气 你应该是出去的时候 喝过菊花茶 邱科长 说了这么多了 那你的意思是 天黑之前 我必须拿到 郭宝国全部的亲友关系 查这个有什么用 查 照邱科长的意思查 是 关初 那我先走了 关初 我还是不明白 查郭宝国的亲戚有什么用 大魁啊 你看 凡是像他这样脾气不好的人 都有本事 所以我从来不问他查什么 做什么 我只跟他要结果 是 我一会儿立刻发电报 给上海去协助查试 好 好 审查结束之前 就委屈你 在禁闭室住一晚上 还行 比王伟劳房强多了 我知道 你心里窝着火的 但是你也要明白 邱科长不是要针对你 也没有故意刁难你 我明白 他就是第一处的包青天 铁面无私便中间 他省我什么好事 是 说吧 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买 老子想吃辣子鸡 不超过四斤重的童子鸡 只取鸡腿肉 油炸炸两次 花椒 干红椒 纸天椒 一样都不能少 出锅的时候 辣椒得盖着鸡肉 油炉皮把拌着面 讲究 还要比这更讲究的 怎么个讲究法 小阿弟的手艺 小阿弟是谁 我外婆 小阿弟 小阿弟 昨天睡得好吗 挺好 今天这件衬衣 比昨天那个好看 既然开场那么轻松 那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来 我怎么感觉 你们是在给我下套啊 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啊 抽一张 这跟沈俊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记住这张牌 把它打乱 我听说过有一种仪器 叫测谎仪 我们军统 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呢 德国火 我也是第一次玩 第一次用准不准啊 试试就知道了 现在我每拿一张牌 我都会说这句话 是不是这张牌 然后你回答 不是 就这么简单 开始了 是不是这张牌 不是 是不是这张牌 不是 是不是这张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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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张牌 不是 不是 结束了 是 是 是 很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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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的 什么事啊 长浩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十二岁那年 在郭宝国离开重庆之前 应该是践行验证 对吧 对 那时候我才十二岁 这么多年没见了 也难怪陈浅大哥 一下子没把我认出来 变化真大 长这么高了 既然是世交 为什么这么久没见 因为我爹故事之后 我娘改嫁带我到了宜宾 所以后来就没怎么 跟重庆的朋友联络了 陈浅 我再问你一遍 你要如实回答 你在行动前去看望郭宝国 到底是哪一天 十一月二十六号 你撒谎 我没撒谎 我没撒谎 郭炕昊 你把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 再说一遍 陈浅大哥 我十一月中旬去到上海看望我叔叔 到十一月二十七号才离开 在这期间 我怎么没见过你 陈浅 陈浅 你不是来逗我的吗 我来听你说吧 你没有扛过日本人的大型 你不认识 还要去看望 他张得显正 家长得肯定一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要怕 实话实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你见过晨浅吗 没有 我可以问问题吗 我可以问问题吗 请问 十一月十九号那天 郭家给老太太请佛 还请了真如此的大师 来做法开光 我是十一月二十六号 到的郭家 请佛刚满七日 那一天老太太 请我吃斋念佛 郭宝国全程陪同 请问你人在哪儿 我一直都在啊 反正从早到晚 我就没见过你 你确定 确定 这么确定 千真万确 等一下 我不是想要 还想要去上岁 你 去哪儿 宝国人 他在仨仿 了 如果他真的 从十一月中旬 到十一月二十七号 都在郭家的话 那他应该知道 请佛的日子 不是十一月十九号 而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对真相的凝望无从放弃 守护的人啊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啊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 相守未完成的事 与无声处累积 一条追寻的路 有风有雨 对真相的凝望 无从放弃 守护的人啊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啊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